我们现在就讲一讲这个中越流的灌顶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灌顶 我们在灌顶 那么有些人就问高野山的规矩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么高野山的规矩 所以有些人就想去高野山学 那么上一次就有个法师 那个法师就是在家人来的 以前是在家人 那么学的时候皈依了 但没有做私家行 那么开始就叫来叫去 说日本的好什么的 那么结果他就发愿去日本学 最初又说去学30年 把那些学学到传登回来 那么那么不知道他怎么学 那么结果他就真的出了家 出了家之后就找个闲教的法师出家 那个法师可能资助他 那么去了高野山那边学 那么无量光月 既是这个正道那里学 那么他也得度了 有正道发的证书 那么学着学着呢 他又跑回来 那么说呢要跟我学 那么因为他是出家人 可以灌传法灌顶 那么想来拿个传法灌顶 我说呢 你是正道那里的徒弟啊 我就不可以灌给你啊 我不可以教你的 因为那个是我师父来的 正道呢 是传传法灌顶给我的 那么你呢 你是他徒弟 以后你说我传给你的 那么可能呢 就有意见了 高野山 真是大问题了 所以呢 不可以的 你就你 现在呢 现在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跟了 跟了其他人学 去了其他地方 那么所以呢 他去高野山 那么我说呢 你跟了正道 那你就在正道那边学 在正道那里学 那么学完呢 他送你去做传法恶色理 传法恶色理呢 考到船 考到船灯都可以 那么为什么不在正道那边学呢 他说不够钱 不够钱 说什么呢 不够钱 没有钱 没有资粮 那么要用多少钱呢 那就是大问题了 那么所以呢 就跟你们说一下 去高野山 还有现在季风 季风呢 就因为有钱 那么我上一次呢 带他去高野山 让季古得度了 得度 得度呢 既是替度了 那么就做了高野山的 高野山的出家人 人家呢 就问季风 你究竟是不是出家的 他说呢 是日式出家 日什么呢 日什么事呢 出家 日式出家既是在家人了 所以 所以这一个呢 要搞清楚的 不过呢 他说花了很多钱 光是现在 现在呢 就做完这个得度 跟着就受了这个 受了这个三坛大戒 就做了这个三坛大戒 那么十月呢 就应该考试了 考考传法灌顶 即是可以传法灌顶 应该啊 现在就应该可以传法灌顶 那么十二月呢 就考个教授室 那么 所以呢 他说花了很多冤枉钱 当然很多冤枉钱了 你那样花 不过很多钱 不要紧的 那些钱呢 反正都是要花的 那么花很多钱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 在我们这里呢 没有的 在我们这里呢 没有 没有花钱 那么 究竟 有什么分别呢 第一 高野山 这个呢 是高野山的升阶 既是这个阶级 既是高野山的阶级 那么 这个高野山是怎样学的呢 第一呢 你就要学这个 这个学了密宗 一年之后 那么呢 你就要得度了 要得度了 既是呢 学密宗 得度 那么你就剃度 剃度 那么剃度 真是出家的 不是假的 既是这个大家杀的 有一套东西的 那套加杀呢 当时我买呢 是四万多 一件海青 一件白袍 里面呢 是件白袍 外面呢 是件黑色的海青 跟着呢 就一件黄色的袈裟 那么一对袜子 那些 那么四万元 现在呢 六万左右吧 那么得度 得度了之后呢 得度 他们就收你十万元 十万之后呢 那么不知道现在多少了 现在呢 现在价钱呢 都经常改 那么这个 得度了之后 你的名字呢 在高野山那里呢 就会有了 由高野山呢 就直接发张镀蝶给你 这个你 用俗家名的 你叫什么名字 不要紧 他也 他也不会管你的 那么 那么发张镀蝶给你 那么得度 得度完了呢 就是真正的出家人了 即使这个 高野山的出家人 那么 这些出家人呢 是喝酒吃肉呢 都可以的 即使他没有 可以结婚的 你去高野山的时候呢 会看到 一家人住的 煮饭那个呢 就是最厉害的 那个老婆来的 那个是老婆 那么煮饭 凡是煮饭的呢 都是老婆 那么 那么这个 那么他是整家人的 因为这个呢 是由于 他的 他的 以前呢 也没有的 即是风尘秀吉 是说这个 日本的人少 你们要 结婚 所以呢 出家人呢 可以结婚 日本天气冷 你们可以喝酒 所以呢 喝剥叶汤 日本这个营养不够 你们也可以吃肉 所以他们也吃肉 那么 再隔一年呢 就办一个 办一个命令下来 那么这个 这个家眷呢 可以住在寺庙里 那么 跟着再隔一年呢 又发一个命令说 这个家眷呢 可以留长头发 即使老婆呢 即使都可以留长头发 那么就变成 变成全家人都住在里面 所以日本呢 多数是家族庙来的 即使自己家族呢 传下来的 所以呢 没人学四家行的 因为学四家行呢 要很多钱的 学四家行呢 要两百万日元 两百万 两百万呢 是专修学院呢 收两百万的 那么你在外面学呢 也差不多是两百万了 因为什么呢 一百万学费呢 就一定要了 即使要让他签名 给你签名呢 收你一百万 跟着住宿呢 每天 每天收你 你啊 他要求你就 每一个 每一个家行呢 要去一个星期 每一个家行 要去一个 多数是要求你 每一个家行呢 一个星期 做给他看啊 或者是教你 那么一个星期 即使四个星期啊 四个星期啊 即使 每一 每一个 每一个 四个星期呢 即使多久呢 一个月啊 一个月 那么每天的时数呢 是一万五千元 那么也要四五万啊 那么你 那么你加起来啊 杂七杂八的那些费用呢 如果 而且不是 不是只是交那 四个家行 只是 只是那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呢 是做不完的 那么你有的时候呢 又要去做 所以呢 加起来也差不多一百万了 即使都要花一百万啊 加起来两百万 所以无论你读专修学院啊 专修学院呢 你就要时间 要十个月啊 十个月在那里读 十个月啊 有男专修学院 也有女专修学院 所以呢 要花两百万 日本的工资呢 是十多万 一个月十多万 即使你要花一两年的工资呢 去学四家行 所以就没有人学四家行的 在家人呢 不学四家行的 只不过呢 有些人呢 想出家 你出家呢 作为职业啊 或者家里有庙的 那么你不出家呢 就拿不到 即使继承不到那间庙 那间庙呢 都很值钱的 他的地呢 都很值钱的 即使又可以 又可以 呃 可以什么了 那么所以这个 那么所以就要做四家行 啊 做四家行 那么四家行 啊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三月得度 六月呢 就受三坛大戒 啊 这个三坛大戒是 沙弥戒啊 比丘戒啊 菩萨戒 但是他呢 只是呃 没有做 白事皆魔 他呢 呃 只是问你这个 这个 能持否 即使你只是答能是否而已 即使没有呃 即使没有白事的 他是 他是问你做不做得到 做呃 其实呢 也没怎么问的 即使你能持否 那么你不出生 拜很长时间 在圆通寺 我做了三天 做了三天 我就无所谓了 我已经出家了 反正出了家 受了菩萨戒 受什么我都不要紧 再加上去而已 那么但是没出家的呢 呃 就要考虑清楚了 那么你呃 你出了家之后呢 呃 剃度了 那么你老婆叫你师父 呃 还是先生呢 叫做先生 你就大问题了 即使都不知道怎么生活 那么你 你又剃度了 呃 又不知道怎么办好 那么所以呢 不算是剃度 不算是剃度呢 你又大家杀 不是剃度 那你又剃光头大家杀 又有那个 那个度蝶 那你说是不是剃度了呢 那么是剃度 呃 是剃度呢 但是你又不是出家人 那么你呃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来到香港的时候 我们就呃 来到中国 所以这个呃 这个 这个制度呢 卡在那里 那么就呃 东密就没办法再进一步了 所以呢 无论是持宋老法师也好 大勇老法师呢 也好 都卡在这里 你要学呢 呃 就要得度 那么要学就得度的话 那么他们 他们呢 可以只是教这个出家人的 但是出家人呢 他又没有传法灌顶 即使又不可以做传法灌顶 因为他们呢 如果依照高野山的规矩 就呃 传法灌顶呢 就只是36个人而已 最多呢 是36个人 呃 即使有人死了呢 就补偿去 即使能够传法灌顶的人呢 呃 只有36个 36个人 而且呢 不是终生制的 不是终生都是他做传法灌顶 而是做三会而已 呃 即使做一年而已 即使比如今年呢 轮到你做传法灌顶 因为有36个 36个呢 最少做36年 那么有人死了呢 就有一个新的上去 那么结果呢 他是长期有人灌顶的 那么有些呢 可能灌两次的 即使看他呢 呃 厉不厉害 但是原则上呢 是轮流的啊 每人灌一次啊 灌一年 即使36个啊 可能呢 轮流之后又再来一遍 所以呢 只有36个灌而已 那个呢 呃 就叫做传灯啊 传灯 所以这个做四加行呢 那么这个做完四加行 那么你就10月啊 10月考试 10月啊 我们好像是10月 10月啊 5号 8号考试 考试 那么就入坛考比试而已 考比试呢 就是看看你即使跟我们跟我们考的那些那些刑法恶色里那些比试是一样的 即使考考你有没有做啊 即使究竟有没有做护膜呢 即使最重要呢 你画个画个护膜图出来 看看你是怎么做的啊 有没有做 有没有摆台 有没有这些经验 你做过就已经懂了 那么那么考完试之后呢 就灌传法灌顶了 传法灌顶呢 是一天而已 其实一天呢 要灌十多个小时的 我们那一年呢 有20多个人灌顶 都要灌14个小时 14个小时呢 不是坐着啊 是跪着 他让你跪着啊 跪14个小时 14个小时呢 要是累了呢 做的不好 就会有人拿一条 拿一条竹子敲你一下 然后呢 你就要做正了 那么呢 也挺也挺惨的 既是既是大问题了 那么有时松呢 也有时紧的 那么有时偷偷的 看不到你就坐回去 坐在脚跟上面 你以为很舒服吗 这是跪 日本跪呢 很麻烦的 那么灌14个小时 灌完14个小时 这个高野山 这个灌完14个小时 那就完成了 就做传法恶色礼 那么传法恶色礼 高野山呢 就不会承认你 传法恶色礼的资格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呢 你灌完传法恶色礼呢 就是要传法的 因为你传法恶色礼呢 就有个责任了 如果不是呢 就是最后灭法人 即使传到你那里 没有传下去 你就大问题了 因为你做了最后灭法人了 法到你那里就断了 那么最后灭法人 最很重的 无论你是险教的传法也好 密教的传法也好 传法恶色礼就是要传给人的 所以呢 要传人的 所以就这一个 就这个 我们在香港来讲 我们就 我们就 即使 即使没有灌这一个 在家人 我们就不会灌传法恶色礼 因为你灌了以后 你要传给别人 那么你不传 你哪有 哪有机会传呢 对吧 你自己要有道场 人家才会跟你学 有道场呢 也要像个样子 人家才会跟你学 究竟有多少个出来弘法呢 也很少的 对吧 所以你现在 我们啊 我们灌了 传法灌顶 灌了21个 那么在家人的 刑法灌顶呢 灌了146个 那么146个刑法灌顶 这个高野山呢 是没有的 即使没有在家人的 要做四家行呢 就一定要出家 如果做四家行 一定要出家的时候呢 这个法呢 就红不开了 因为藏密呢 也有四家行做 那些在家人也做 做藏密的四家行 那么也有四家行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 你们东密的呢 那人家没有四家行做吗 只是念咒吗 念咒 各个都懂得念了 对吧 那么所以呢 就没有人学的 那么人家最少呢 都要学四家行的 所以呢 我就开许了一个 一个出来 开许在家人 也可以做四家行 做完之后呢 我就给他灌 允许灌顶 这个刑法恶色里 变成他可以呢 可以做四家行 可以呢 教人做四家行 可以呢 教授普通的法 甚至呢 是灌一些普通的 结缘灌顶 那么就可以 可以做 那么这个是我开许的而已 没有 即使高野山 高野山知不知道呢 我就不知道了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也说不定啊 不管你 在外面怎么弄呢 不会理你的 不要弄到他们就可以 即使你在外面 那么传法恶色里 是要传东西的 不是每个都 所以有些人呢 灌完传法恶色里 就走 比如说是其他派的 他们专门去高野山 灌传法灌顶 那么灌完之后呢 就要回去自己那里 那就 那就不拿 不拿商街 那么如果要拿商街呢 就要到12月 12月呢 就去考试 考教授试 考教授试呢 就是这个 要住四天的 我们也住了四天 里面就有很多奖经 有很多法器 教你唱六条战 大战 即使唱这个声明 那么这个声明 那么要唱战呢 要什么的 做早晚课 那么在那里呢 在那里实习了四天 然后最后那一天呢 是考试 考试 那么考试合格之后呢 那么有16个升阶 这个高野山呢 总共有16个升阶 考试合格之后呢 就是最低那一级 就是教授试补 教授试补 教授试补呢 就是给这个高野山之外的人的 即使你不是 你不是在高野山读书的 同样一个考试而已啊 他那个考试 跟我们的考试是一样的 即使同一个考试 如果你是普通的啊 外面的人 即使外面的啊 香港人啊 什么人 马来西亚人啊 台湾人 那么就是教授试补啊 教授试补 教授试补啊 教授试补呢 就是最低一级来的 如果你是高野山这个中学的话 就是律师啊 你考了之后呢 就是律师 如果你是高野山大学一年级呢 你就是少生都 高野山大学文学部啊 修读两年呢 就是全中生都 高野山大学修读三年呢 就是这个中生都 高野山大学毕业 四科毕业呢 就是这个全大生都 那么这个高野山大学硕士毕业呢 就是大生都 所以啊 所以这个我们那个 那个教授教授试补 与生都律师是一样的 因为那个那个位置呢 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高野山呢 只有16啊 这个这个16个生阶啊 那么他就分开做法印啊 法衍啊 法桥 这个法印大和尚位呢 就是生政啊 全生政 大生政啊 生政和大生政 全生政也是 所以高野山大学也是全生政啊 高野山大学 大生都啊 这个生都没到生政 生政他要去参龙啊 他要进去闭关的 既是那个去修学三个月这样 那么修学完毕之后呢 就才可以升生政的 这个呢 就就难点 要去参龙啊 既是要去那闭关 修那些东西呢 修三个月 那么要考生政呢 是另外一级的事情来的 即使不是生都呢 就是最高的啊 生都呢 就大生都也好啊 大生都呢 是硕士而已 跟我一起考的呢 啊 有两个硕士 一个呢 就是达道法师 啊 是台湾的 台湾啊 他就教我私家行 来香港教我私家行 那么路焉了 教了我三个半小时 购物多个什么呢 教了三个半小时私家行 那么我跟你们讲私家行呢 要讲一年他就讲他三个半小时就讲完了 幸好我以前呢跟真如金刚学过 那么既是十八道那些呢 没有问题的 既是听一听啊 既是高野山的特色 既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这个达道呢 就是这个高野山硕士 另一个硕士呢 就是真元法师啊 真元法师 真元法师呢 就是这个四川的吧 那么去那里呢 读硕士的既是高高寿寿啊 真元法师 那么真元法师呢 应该是大声都来的 既是两个都是大声都 那么考了出来都是大声都 因为学校呢 没有私家行做的 既是高野山大学呢 是没有做私家行的 既是做私家行呢 要特别出来赤松学 特别要给钱啊 要给他四万元 给赤松四万元啊 在赤松那里学 那么四万元啊 还要当翻译 要帮他做翻译要什么的 那么既是那么特别学的 所以这个大声都呢 与教授士补呢 是同一级来的 只不过呢 他是大学毕业啊 在高野山读的 当然了啊 高野山中学啊 都是律师了 那么如果你呢 如果不是这样生的话 你就要三年生一次啊 三年生一次 那么你要不要生呢 有你决定的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 有没有生 总之呢 是要给钱的 过几年去呢 他又问你拿几万元啊 过几年 即使每一年要给一万五千元 最低那一级 每一年要给一万五千元 给总本三的啊 每一年收你一万五千元 那么如果你升的高一些呢 钱就给的多一些咯 所以有些人是不升级的 又不是在高野山工作 当然不升级了 升级干什么呢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有十六级的 那么这个十六级 十六级是不是最高呢 不是 十六级呢 还有一个 要进的话呢 你还可以考传灯的 那么传灯是怎样考的呢 传灯啊 现在季风 季风就还没做 没做传法恶色理 那么他应该是考试做传法恶色理的 那么教授就不知道他考不考 不知道了 应该是一定会考教授的 因为考了教授呢 才认可 可以去教人 那么如果你是要做传灯的话呢 要做传灯的话呢 就要经过十三年 最少呢 十三年 那么有三年呢 就要进这个劝学会 那么有些就 比如做完私家行呢 有些就特别 特别教的 有些是特别 比如说开 教你几年 这个比如说一流 一流传授 一流传授 一流传授呢 跟一流灌顶不同 一流传授呢 是传授你这个中院流的东西 一流呢 既是中院流 不是说一个流派的东西叫做一流 一流传授 那么就不是说 这个东西是一流二流 这个不是说他好与坏 而是他是指一流呢 既是他是指中院流的 所以在有些有些做完 比如你是你是去学的 那么这些老师多啊 有时间的 那么他就不跟你讲中院流的东西 中院流的修法 多数呢 讲那些梯度啊 开眼的那些 我也有讲 拿到中院流圣教呢 就有了 我觉得一流传授呢 也不会寄给你圣教 里面呢 有些传法灌顶的东西 因为传法灌顶呢 又是另外一件事 不是说你 你当传法灌顶是 没有人懂得在高野山 高野山是没有 没有公开的 传法灌顶的法本呢 是秘密来的 所以呢 如果你把中院流圣教呢 给别人 既是公开了高野山的秘密 所以这个中院流 中院流圣教呢 是我在这个书局买的 我在书局买的啊 我在东阳书局 救苏坛买的 专门看到有个啊 有个啊 有个中院流圣教啊 专门飞去日本 去了东京 那么呢 就先去赤松 那么问那个 那个当家啊 当家有中院流圣教啊 啊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他说邪教来的 他都不认识 他都不认识中院流圣教 因为没见过 因为中院流圣教呢 是不公开的 没见过 没见过中院流圣教啊 这个是邪教来的 他是读高野山大学的 他在里面呢 专修学院毕业的 但是他不知道有中院流圣教啊 奇怪了 但是没见过啊 不是说不是说 但是他啊 他是他就说 这是邪教啊 什么邪教啊 那么我就去了东京啊 去了东京 东阳书局那里啊 跟他买 那么他问啊 问了很长时间啊 他不肯卖 因为很少啊 问了半个小时 那么后来呢 才肯卖啊 因为上一次呢 他就他就卖了一本这个这个盛天的玉油仪轨给我 手抄本来的啊 忘了是绝什么写的 很出名的啊 护法还是什么写的 那么很出名啊 手抄本来的 40万啊 那么他就买了之后呢 一大堆书结算 那么算漏了一本 算漏了啊 算漏了 那么就没有 那么后来他啊 后来呢 我呢 回到酒店 那么他呢 给我叫的出租车 他知道我住在哪个酒店啊 来找我 那么说呢 哎 不好意思啊 啊 我算漏了一本呢 那我说算漏了一本 你来看看哪一本算漏了 因为他有一张纸贴着 有一张纸呢 要撕走啊 即是计算了 这张纸没有撕走 即是没计算 那么给了他钱 即是即是拿回去啊 那么我第二天去买 那么他觉得呢 这个香港人呢 也挺可靠的 才会把中越留圣教卖给你 否则你想买也很难 他也他也不容易卖啊 中越留圣教 因为你卖了之后呢 高野山会不高兴 高野山现在呢 啊 也有中越留圣教卖的 不过呢 你要有寺庙担保 其实要写证明书 你是不是可以看这本书 要学这本书啊 你说你是传灯 那么当然卖给你了 但是你是普通人的话呢 我猜他都很难卖给你的 给了你 就整个高野山的东西呢 被公开 不过我现在都给了你们了 所以但是没有给全部 删了一些 删了传法灌顶那些 传法灌顶的话 出家人就会给 那么那么这 其实呢 这个高野山来讲呢 就不承认外面那些人的东西 所以呢 你别说 我学了刑法恶色理 在高野山那里大声叫 高野山不承认你的 高野山呢 只承认自己而已 高野山只有传法恶色理 没有刑法恶色理 刑法恶色理 是我自己弄出来的 那么弄出来 究竟对不对呢 那么那么就各有看法了 那么我弄出来 那么我当然是 我当然是要问佛菩萨了 那么我第一次呢 灌传法灌顶的时候 传法灌顶 即使高野山呢 只有36个人可以灌顶 那么你也排不上 因为高野山呢 有500万 500万信众 500万信众 那么有2600间寺庙 即使呢 他名下 附属他的寺庙呢 有2600间 你说多少个生政 多少个住持 多少个什么 你排得上吗 36个外国人 对吧 这个没可能的 那么所以 这个不会 不会让你传法灌顶的 也都 你想做传灯呢 也都很难的 我们也没可能去做他的传灯 做了也没意思 因为是不是传灯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中国 最厉害的那个呢 做到绍生政 就是物光法师 物光法师做到绍生政而已 绍生政 就是做到绍生政 就不是大神政 是绍生政 做到绍生政 绍生政呢 也没进那个位的 那么要什么呢 那个僧位 僧官 他做官那些呢 有三个的 一个呢 叫做法印大和尚 就有大僧政 僧政和全僧政 这个绍僧政 没到全僧政 所以不是法印 法印 法印就是最高的 大僧政 僧政 全僧政 法眼 法眼和尚 就是大僧都 全大僧都 少僧都 全少僧都 这个就是法眼和尚 所以真元那些呢 是法眼 法眼位 那么律师呢 大律师 律师 全律师 这些叫做法僧 法僧上人 那么法僧上人 法眼和尚 法印大和尚 所以这个三个僧 僧位 那么这个 所以僧政呢 又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那么多数都是呢 不过 不过你是有寺庙 你自己就是僧政了 即使全僧政 你自己就搭紫色加沙 你自己就搭紫色加沙 你是有寺庙的话 那就没有人 就可以搭紫色加沙 那么既是 你随意 即使这个 这个高野山呢 就睁眼闭眼 不会理你 即使也管不了那么多 那么你 因为就算在日本呢 也很乱的 也管不了那么多的 总言之呢 他管好他自己的事情 管好他 自己的事情 那么这个 这个那么 现在如果你要做这个 那么你要你要做这个 传灯的话呢 就要加入他那个 劝学会 那么劝学会呢 就那么照季峰讲的呢 不是做教授试补 教授试补做完了 教授试补到大声都 那么如果你要考传灯的话呢 就不是各个考的 就算是教授考试呢 也不是各个考的 有些呢 没考的 那么 那么要考传灯呢 就更难了 那么如果你要考传灯的话 你就要进他的 劝学会 劝学会呢 就要几个 四个大恶色理 四个传灯介绍你才可以 四个传灯介绍你呢 进劝学会 劝学会呢 就读三年 那么不是经常去读的 即使三年呢 每一次呢 是十天 那么现在好像改成两天了 上上堂 即使讲一讲 讲完之后呢 那么三年读完之后呢 那么就当你是劝学会毕业 劝学会毕业 劝学会毕业是很多人的 但是在这个 这个高野山 以前那是二十年开一次的 一流灌顶 一流灌顶呢 就是灌传灯了 就是传灯的灌顶 那么一流灌顶呢 就是十年 现在就是十年到二十年 或者十年到十五年 所以呢 如果你是劝学会毕业的 三年读完了 那么你在过十年里面呢 让他轮选上 他选五六个人出来而已 一次选几个人 因为传灯不可以满街都是的 因为他传灯呢 变成传灯 恶色里不是满街都是的 这个赤松呢 也不是传灯来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正道呢 就是传灯了 正道呢 是传灯 也是法印 那么所以呢 他就可以传法灌顶了 那么他灌传法灌顶呢 传法灌顶灌一次而已 即是灌一年而已 即是灌三会 灌三会 一年三会 所以灌三会 即是不是不是每年都是他灌的 那么所以因为人多 三十六个也要排队的 要不各个 但是他也很平均的 即是大家轮流 那么 但是他可以做法印 法印 高野山的法印呢 就是说 你是七十岁以上的 又是有庙的 一百三十间寺庙 高野山有一百三十个道场 一百三十个道场就轮流 你是七十岁的 又能行走自如 那么就可以让你呢 做一年法印 一年法印是什么意思呢 法印是最高的 当时红法大师那样 有一顶教抬着你周围走 那么当年的法会呢 就全部由你们负责了 即是全部由那间庙负责 比如我们啊 去年呢 是寿记做的 所以呢 那些 那些 结缘灌顶呢 就是他负责了 结缘灌顶啊 或者常乐会 什么会 总言之呢 一年里面呢 高野山的法会 就是这个 法印呢 负责的 那么这个赤松呢 赤松寿记呢 看来就灌不了 川法关顶了 他是大山正而已啊 不是 不是传灯来的 所以传灯很难考 因为你十年里面 才选几个出来 那么什么时候 才会选上你呢 你也不懂 还有呢 他要变经的 三年学法呢 是学什么呢 那么学些普通的 基本的法 那么要学 红法大师呢 二十五卷 记身成佛意 生至实相意 轰至一 辩显密二教论 秘密宝月 那么 波也心经密件 发菩提心论 大日经著新品 书五卷 四摩合演论 十卷 那么这个 红法大师的二十五本 我只是讲过 波也心经密件而已 一卷 那么所以呢 你看到这些经名呢 都头昏了 那么还要辩论这些东西 怎么 看到这些名字都头昏了 祭司有什么好辩论呢 我觉得 祭司 你在哪一流里面 你当然要说 红法大师 有多厉害 多厉害 那么你当然要辩论 他的东西 那么我们那么多事情要做 辩论他这些东西 啊 记身成佛 你信不信呢 啊 怎样 记身成佛信不信呢 能不能成佛呢 看看自己的样子 照照镜子 看是不是 那么所以呢 所以没有可能的 记身成佛 那么当然了 他立宗的时候 当然可以记身成佛 如果不是他怎样怎样立个宗出来呢 立不到个教出来的 要这个东西有的解脱 才立到的 对吧 好像禅宗那样 开悟成佛 那么他 记身成佛 那么现在 红法大师究竟成佛了没有呢 不知道的 可能这样就叫做成佛吧 留神入定 就当做成佛也说不定 那么但是不知道他是怎样 所以我们去辩论他也很麻烦 所以呢 他是这个 读完之后呢 那么就选出来 那么就灌一流灌顶了 一流灌顶是这个十年里面 或者十年到十五年啊 最少呢 也要十年 十年到十五年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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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学会里面选 选几个出来啊 选五六个出来 那么就节选五六个出来 那么 正式呢 就是 传登恶色力 那么这个 传登恶色力 高野山来讲呢 就是 传登恶色力 才可以确认别人呢 做生政的 不过你现在也不是生政 你们你们只不过 呃 不是 确认你们是传法恶色力 即是可以确认传法恶色力 即是说你可以做传法 或者传法恶色力 所以传法恶色力 是很少人灌的 其实 你做法印都是 都是 都是 都是三十六个里面灌一次的 三十六年里面灌一次的 所以没有人呢 好像我那样啊 现在灌了 灌了二十多个啊 灌了二十多次 真是开心了 所以呢 所以 为什么我又可以灌呢 那么有没有说 高野山不准许你灌呢 没说不准许 那么你 弘法大师在 在中国学了多少个月 学了八个月而已 那么他也没 没这些生位的 对吧 这个生位 呃 劝学会呢 是这个一 呃 一一九零年开始的 即是说 劝学法言呢 弘安四年啊 弘安四年 一二八一年啊 一二八一年呢 这个差四百年 即是弘法大师呢 八零五啊 八零四年 八零四年呢 回日本了 所以呢 过了四百年才有劝学会 所以以前也是 传灯呢 就是传法了 那么所以说 有些人呢 叫传灯就是传法 如果你说正式要叫做传法恶色礼 是要到这个一流灌顶 但是一流灌顶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呢 是没有可能会考到的 你看看季风 能不能考到吧 考到也没有用啊 那么你来到现在红法呢 不是看你的阶位是什么 是看你懂不懂红 有些很厉害也红不了的 好像跟我一起的那两个是大圣都 又红成怎么样呢 是不是红的很厉害呢 那么你看 你有很多环境的 有很多环境的配合 比如地方 有没有地方啊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徒弟 有没有一大堆姻缘 要配合的 所以呢 我灌传法灌顶的时候呢 因为传法灌顶的时候呢 我的徒弟要求 我的徒弟要求呢 师父 那么你 你我们怎么传法灌顶呢 我们都没办法去日本的 啊 要花钱的 没钱去日本的 又不懂日语 就算有钱呢 你也要懂日语的 又不懂他们的语言 那么我就说呢 啊 我灌吧 那么 那么因为传法灌顶呢 就是 就是可以传法的 那么所以呢 就 以前传法灌顶呢 就要传法 传法恶色里呢 就可以传法灌顶的 那么我就告诉菩萨 那我现在呢 灌传法灌顶 那么你 如果你 好的 你就启示 即使给我们点启示 那么结果拍照 就拍到一个 大光 大的能量球啊 大的能量球 那个叫做守护啊 守护天使吧 那团东西 在那个 那个 那个 真言宗上面 就是说呢 这个佛菩萨呢 准许你灌顶 这些东西呢 是感应来的 即使你要你要 你说 你你将来说 我要灌什么顶 你觉得可以就下雨吧 每个都这样 个个都是这样似的 都是这样似的 因为下雨就没有办法拍照 这个能拍照 拍了照片呢 整天都挂着 所以呢 我这个呢 是佛菩萨准许的 你们啊 你也不能骂我的 高野山要是说我 我是佛菩萨准许的 我问过佛菩萨了 佛菩萨给我这样一个启示的 我当然要灌顶了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不灌顶 经常都要跑去 你们那边灌顶 那么那么不就学不到的 法就红不了了 中国哪还有希望呢 那么现在呢 现在那些 做下院的那些 是不可以灌顶的 做下院那些 不叫私家型 因为私家型呢 私家型他们要收200万的 那么如果你交了私家型 那么那边上院呢 就不高兴了 他就少收了200万了 那么所以呢 他们是不叫私家型的 或者呢 你介绍人的去他那里 比如某某某订院的下院 某某某订院 要介绍去某某订院那里 做私家型 即使要做私家型呢 那么他们要收钱的 天天 要收钱的 如果你交他呢 不就没有钱收了吗 那么所以呢 他就不交私家型 即使外面那些 下院那些呢 就没有私家型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做 下院呢 要听人家指示的 一会儿说你准做这样 那样不准做 那个你不准灌 这个你灌的怎么样 好像我们现在灌顶 我们现在灌了那么多个 那么多个法 不是挺好吗 拿出来看 我们将来呢 会印一本书出来 那么变成所有的法都齐了 你修什么法都在法本里面了 那么你翻出来就齐了 那么但是日本没有人这么做的 日本呢 很少的 那么藏密呢 就有 藏密有一些出书的 整套东西编辑出来 但是日本没有 日本没有的原因是 他的 他每一间寺庙呢 是一个 一个菩萨的 即使没有一个人 懂得那么多个 即使没有一个人呢 去研究那么多个 因为我只是有那个 比如说我是赤松 我只是牵手观音 我只懂得牵手观音的法 可以了 不用懂其他的 那么就变成 没有一个人去 有整个系统去集合起来 那么你学起来呢 就难学些 那么所以呢 你要去你去高野山学的话呢 也都可以的 那么恭喜你了 不过呢 你就要先准备30万出来花 不是啊 不是日元啊 是港币啊 这个300万啊 你学私家行 最少花你300万日元的 这个300万呢 也差不了太多了 考完那个教授室呢 你也剩不了多少钱 还要还要车费路费啊 不用路费的吗 去多少次啊 去十多次 这个 这个得度一次啊 这个授戒呢 又去一次 跟着学私家行呢 啊 又要去四次 那么你没有十次呢 也学不完啊 既是要十次 所以呢 只有三四十万 那么三四十万学完 是不是会飞呢 不是啊 就是做私家行咯 跟你们一样 那么是不是很感应呢 日本都没什么感应了 你又怎么感应呢 感应看你勤不勤力啊 是吧 既是你的姻缘而已 有些人修很感应 有些人修没感应 那么但是呢 看看你的姻缘而已了 所以呢 是不是有必要用那么多钱去学呢 比如你说 你在这边学的 学了几年 也觉得你挺好 你要去得度 我都会考虑带你去的 好像季风那样就带你去了 他那么厉害可以得度 你有没有季风那么多钱 可以花呢 季风钱多就跑去得度 啊 得度了 就算拿了个传能回来 啊 你都没有用的 有什么用呢 一个名字而已嘛 所以你红不红到法是看你的人的 不是一定要一定要传灯才能红到法的 不是是不是传灯 不过你有没有资格红法 这个是高野山的 承不承认你而已 我们离开了高野山都都不算是高野山的了 也不是中院流啊 所以我们叫做原荣派 我们是中院流原荣派的 为什么又不改个流出来呢 光明流不是也挺好的啊 直接脱离了高野山 高野山就不可以管他了 我也是流 你也是流 大家大家平起平坐的 那么但是你就没了中院流那些祖师的加持 中院流有一大班祖师的 那么你一路中中院流 一路那个传承他的法本 那么你一路中院流那些那些加持 那么你突然间开一个流出来 不就全扔了 那不就全没了 又要自己从头做起 那当然不行了 所以呢 要到中院流的啊 改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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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到差不多呢 要创流呢 才创流的 现在还没到创流的时候 那么要看看 看看什么时候 有没有必要呢 改成流 这个就是因为完全跟他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呢 就不要用这个中院流的眼光呢 来看我们 究竟你可不可以灌这个刑法灌顶 究竟你可不可以灌传法灌顶 究竟你可不可以逐个本尊去灌顶 既是西藏 既是日本 有没有的 日本的东西跟我们的东西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学啊 学日本那样去娶老婆呢 那么那么才可以呢 当然不行了 对吧 所以啊 所以我们是不同的